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我是认为说这一两个月就是因为有农历春节还有228年假 这些在放假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愿意出门去旅游消费 所以看起来内需的消费表现得还不错 所以大家对经济的看法就是有点比较偏向乐观 可是如果这只是如果你认为说这是在过年期间的状况 那如果我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数字会继续热下去吗 我是觉得以目前台湾的经济情况来看还是有点疑虑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全球还是处在通膨 还有所谓的各国央行的升息循环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欧洲或者是美国 他们通膨的状况虽然是有点降温 但是呢现在就是通膨的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看起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联总会还是欧洲央行 他可能接下来还会继续升息 那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通膨跟升息的影响 其实对每一个家庭都还是会产生一些冲击 特别是家庭的支出就是会增加许多 那如果有贷款的家庭 那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大 我们台湾的央行呢 在去年他只升息四次 那累积的升息幅度也不大 那跟美国或者是欧洲比较起来 我们其实升息的情况是非常低的 但是呢我想有房贷的家庭都还是可以感受到 现在就是要偿还利息的压力 其实已经让大家已经有点感受了 那像美国呢 他在去年到目前为止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他的升息幅度已经高达18嘛 就是百分之4.5 那房贷利率呢 可能都超过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贷款的压力 我想我们只要有贷款的家庭 那拿我们台湾的情况 跟美国比较就可以了解 就是在欧美国家 他们其实现在面对了这个升息的压力 对家庭经济的打底其实还是蛮大的 那所以说呢 家庭经济一旦恶化 那有很多消费呢 可能就会被排挤 那这部分呢 当然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 所以我们台湾的出口呢 其实从去年的九月开始就已经呈现衰退了 去年八月我们的出口金额都还有在400亿美元以上 那九月就跌破了 跌破400亿美元 来到375亿 到了年底呢 12月的时候就降到357.5亿 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甚至降到315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 从400多亿降到 剩下300多亿 这样的出口金额的衰退 其实呢 它代表的就是 就是我们跟出口相关的制造业 这些厂商呢 他们营收就少了好几十亿美元 甚至到100亿美元 那这个换算成台币是3000亿 如果厂商的这个营收 就是整体来讲 它是下降了3000多亿 那对企业来讲 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 当然就会变得很沉重 那所以说呢 它当然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尊解成本嘛 所以可能会减薪 那如果撑不住的话 它可能就开始会让员工放五星家 甚至裁员 那这个部分呢 那当然又会引起家庭 有些家庭的经济情况 也会开始恶化 那消费的能力也会下降 所以现在 因为我们出口衰退的情况 看起来很难在上半年 就能够完全解除了 所以呢 那个我们在 就是在一月二月 消费信心虽然看起来表现还不错 但是呢 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台湾 因为出口的比重 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对我们整理经济的影响很大 我懂了 我们还是有隐忧 是 我懂教授你的意思 其实我们在讲台湾的消费信心 明显变强 可是如果同样一个数字 我来看 美国二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其实是下降的 而且是低于市场预期 那如果我们可以说 消费信心指数 可以当一个领先指标来看的话 那美国的消费信心指数是下降的 那可以把它推估 就是说他们对于他们的经济前景 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悲观的 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消费悲观 他们不消费 对于我们台湾的厂商来说 就是不买我们的东西了呀 所以我们这些出口的隐忧就在这 那如果我们的出口有些隐忧 一环牵着一环 那台湾的厂商如果又在减少支出 或是说员工会有一些减薪灯的状况 就是一环又扣着一环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消费信心指数 除了讲台湾看起来乐观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 看的美国却是低于预期 所以刚刚教授才会特别提醒大家 是一环扣着一环 我们现在也不能说 虽然看到连续两个月的走生 就前途无量 也不能这样子解释 对不对 不过我们也有发现的 就是这一次我们二月份 所公布出来CCI当中的六大项目当中 其中上升最多的那个指标很有意思 叫做未来半年购买耐酒才才获得时机 大家其实对于未来半年 愿意购买这个耐酒才的意愿 相对来说是高的 那同一时间其实我今天也有看到车子 车子可以说是一个耐酒才 我们前面前两个月 今年一月二月的车市 其实往年来说其实是淡季 但目前公布出来的数字 那叫做淡季不淡 车市二月份的总市场 销量大概是三万两千多辆 年增的幅度其实是35% 领牌的数字也是完全优于市场的预期 创下了近24年来的新高纪录 就车市来说 今年看起来有一个好兆头 民众其实对于买这种 大笔支出耐酒才的意愿是高的 对没错 那其实车市它在去年 它是因为受到一些 这个供应链的影响 就是有很多车用晶片 它有供给短缺的情况 所以车厂就没有办法交车 那现在情况慢慢的有在缓解 所以现在供给比较逐渐在复苏 所以在今年 它的交车的状况就比较理想 所以说其实我们台湾 在去年第二季第三季之前 我们的经济表现非常好 特别2021年 我们经济成长率甚至超过6% 所以有很多企业 它都有加薪 或者说年增奖金 就有非常非常的多 像航运业或者是科技业 他们的年终奖金 有些甚至都超过三四十个月 所以说手边有很多钱 他们当然就比较愿意来购买 像汽机车这类的产品 但是耐久财里面 它深圳最大的部分还是房地产 所以在房地产的部分 我们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独立的房地产信心指标 就是房地产的购买信心 那这一次我们这两个指标 其实都有上升 那耐久性财货这部分 它上升的幅度更大 它上升了7.45点 来到108.05点 那就是房地产信心的部分 它是上升1.8点 来到102.8点 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其实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 这个指标在去年的12月 就两个月前 我们的调查结果 它是跌破100点 它的指标是在99.9 刚好是在这个margin上 但是它跌破100点就代表 它进入了北关区 我们100是一个指标 100以上是偏向乐关 100以下是偏向北关 对 那一月份的时候 就是上个月 它有小幅度的回升 那这个月呢 它又有更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有关耐久性财货 购买时机 还有房地产的信心指标 都上升 那其实呢 这两个指标 我觉得啦 其实也可以检验 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 跟房地产 比较相关的政策 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在立法院三组通过 那原先呢 大家都预期 是教授 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 就要来跟你来聊一下 那现在民众是 看好房地产信心来了吗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 《财经》一路发的节目现场 我是指爵 好刚刚我们跟 中央大学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 吴大任教授 在聊这个CCI指数 不过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有特别点出来了一点 就是其实民众 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民众 对于未来半年 购买耐久性财货时机 是正向 是偏向乐观 而刚刚教授有说 这当中很重要 就是房地产 那同样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 跟台湾房屋 也有合制 编了一个 购买房地产时机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在二月份的调查结果 同样也是上升的 所以教授 我们刚刚也在讲 平均地权 大家都认为说 应该可以让房价 稍微有一点点修正吧 所以可以这样解读吗 所以大家现在对于 购买房价的意愿是高的 确实啦 就是我们如果跟去年12月 还有一月来比较的话 那我们这个月 二月份 它的这个信心 是有显著的上升 那特别是耐久性 财货购买时机 这个部分 它上升的幅度更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我们 我们的房市啊 在2021年之后 它就非常的热络嘛 那所以说呢 其实政府 在 在之前 特别是在去年 就有很多打草房的政策 那还包括央行 有四次的升息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房贷户 但也会影响到房市啦 所以如果我们 只跟上个月 或上上个月来比 确实信心是有回复 但是呢 如果我们跟去年同期比 情况看起来就不是这么好 因为呢 去年耐久性财货货购买时机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它的指标的位置是在125.8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跟去年同期来比 好 其实我们还是减少了 还是低的 还是下降的 对 还是相对低 那房地产购买时机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如此 去年的同期 它是106.95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低了4.15 所以我们跟去年第一季的时候来比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信心 还是相对比较低一些 好 那只是说 政府最重要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通过之后 本来大家是认为 它应该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好 那所以信心应该是 至少应该是下跌 但是呢 我们这两个月调查 它不大没有下跌 它还甚至止跌回升 对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想 其实在各种商品市场里面 其实那个对市场波动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不确定性 但是呢 现在事情确定了嘛 反正都已经三赌通过了 所以我想对很多这个关心房市的民众 那他们觉得可能是利空出井 反正最大的利空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事情确定了 所以他的信心就不再继续往下掉 所以教授您的解读反而是认为说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打房政策 就像股票市场一样 我们其实不是怕利空 我们怕的是不确定性 当这个不确定性解除拿掉了之后 其实反而我们现在可以用利空出井来做解读了 这是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三赌通过之后 内政部呢 他是说将来政策在执行上 他会不溯及机会 那这部分的说明呢 我觉得也解除了很多人 他对现在拥有房子的一些疑虑 他就不必急着 马上得把那个房子出售 那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主要应该是这两个因素 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月呢 在跟房地产信心相关的指标上面呢 他都有大幅度的回升 不过我刚才还是提到 就是其实对房市的这个影响 他的影响因素其实是蛮多的 那所得面或者是财富面 其实他的影响力应该还是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我们台湾在今年 如果我们的经济情况 就是表现不是很好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像刚才提到了 如果有些企业 他为了准解成本 他开始裁员 那很多家庭他的所得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那一旦所得面 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 那我想也会影响到很多 原先有打算购买房屋的这些买方 他们有可能就会暂时先缩手 等到情况比较稳定一点 再来考虑 所以呢 他当然会影响到房屋的需求 所以我是认为说 接下来就是还是要看我们台湾的经济情况 什么时候可以好转 那一旦有好转的这个可能性 那房地产的信心 他才有可能 真正的能够止跌回升 那目前教授您的看法呢 目前台湾 现在目前走了两个月 那数字首公布出来 大家都在说美国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查 甚至可能不会找路的声音都有 那台湾台湾呢 目前人家看到目前的状况 其实我们台湾因为出口占GDP的比重太高 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国韩国 它只有五成多 那中国也是出口大国 但是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就有两成多 所以从这些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更容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 所以如果美国还是持续升息 欧洲还是持续升息 那这两个地区都是全球消费最强 就是消费最大的国家跟地区 那所以说他们如果持续升息的话 那我觉得对消费的这个影响就会很大 那所以说如果全球的这个消费下降 那我们台湾受到影响 甚至都还会比其他的国家高 所以当然我们只能期待 就是美国的经济可能必须要衰退到一定的 就是一定的程度 那才会迫使联署会开始降息 联署会开始降息之后 就是我们全球的消费才有机会慢慢复述 那我们才有可能 那这个时间有可能就是要 至少要半年以上 OK 好非常谢谢吴教授今天的分享 不过讲到这个房市的部分 这边手边也有一个三月份 刚刚新公布出来的资料也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次在聊房市的相关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会拿一个数字拿来讲 就是买卖移转动数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三月份公布出来的二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 其实是年增1.1% 可是是单就二月份 但如果把前两个月加起来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减幅三成以上 比如说新北市桃园的减幅都是三成以上 台北市是减了26% 新北桃园是三成 台中24% 台南24% 高雄27% 全台湾六都 其实大概是28%的买卖移转动数 其实是 移转动数其实是降低的啦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买方认为景气不好 应该价格要下降 但是卖方就认为说 没有通货膨胀 应该会支撑房价 双方就在那里僵持不下 就是现在这个房地产的状况 不过跟教授也聊一个 周末之前聊一个好玩的一个话题 我一个朋友的爸妈 最近他跟我说 他要去坐邮轮 他一个人的旅费说是七十几万 旅费 他们去坐邮轮 在邮轮上面一百多天 我说哇 你爸妈怎么这么有钱 他说 因为他们最近刚卖了一个桃园的房子 然后赚了几百万 所以他们现在要去坐邮轮 这我也不知道 就过去的长辈都跟我们讲说 要投资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但是现在房价长成这样 对我们这种年轻世代来说 教授房子还可以投资吗 其实我们台湾的房地产 因为制度面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持有成本低 所以很多有钱的家庭 他不只买一户 他可能有两户三户 然后他如果财富再增加的话 他有可能又拿去买房子 或者是土地 所以我们的需求 就比其他的国家还高 相对于持有成本高的国家 他们大概一个家庭就只会买 咱们再加上